看看新闻网 附近同真杰 未未这样介绍 彼此有些不习惯 其实11月11号 他俩彻证结婚的消息 一爆出 也让不少人吃了一惊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两人原来是一对 还这么迅速地就领证了 因为我怕再不下手 竞争对手也比较多 我平时工作也忙 就赶快赚你机会 好像都不太相信 我们俩会成为一对 同真杰虽然如今是演员 但大家更熟悉他的 还是他之前模特 以及裹脚谢辉前妻的兴奋 而说起新郎魏薇 1983年出生的他 比同真杰小两岁 2004年入行 演过宝卫孙子等电视剧 在圈中也是小有名气 其实两人三年多前 就已经认识了 不过起初两人 一直互相看不顺眼 我看不顺眼 他就是性格有点过于活泼 然后抢了我的风头 他是其实我常说 他是外冷内热型的女生 然后刚认识的时候 我北方人嘛 然后就比较大大烈烈的 然后南方的女子就会 比较矜持啊 比较内秀一点 然后我就会觉得 他好像没那么自然和放松 所以我们俩就会觉得 对方都很怪怪的 哪料做了两年朋友 两人心里都萌生了爱意 不过这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摩擦不断 几乎是成天祸心中地球啊 一开始是吵得不行 一开始三天两头再吵架 最经常第二天工作 天天晚上吵到四五点 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为止 就这样至少不会影响到 第二天的情绪和睡眠的质量 因为反正也睡不着 不过这对打打闹闹的欢喜冤家 进展可是相当神速 恋爱半年就已经扛婚论嫁了 小两口也得到了 双方账备的祝福 上海媳妇同身前也成功 讨得了北方婆婆的欢心 循序见记越来越喜欢她 现在会把她当女儿一样 对 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 还给我买了礼物 对 就是这个项链 对 很好看 因为是婆婆送的 新闻在线上海独家采访不了 谢谢大家